本视频由Tobier原创制作 随着汽车全球覆盖率的显著提升 城市里车辆多车位少的情况 比比皆是车位少还贵 有的人咬咬牙买了自己的车位 花了一大笔钱之后 以为自己能够顺顺心心的好好停个车了 但是却还是被有些没素质的人占了车位 被人占了车位 自己的车子没地方停 这真是一个很让人抓狂的事 情况好一点的留个纸条 第二天车主看到了就自己开走了 情况恶劣的留了纸条但没看到 依然站着车位 对于这种人 很多人普遍的做法就是扎车胎 与刷器滴胶水 把排气关堵住 但是这样犯事不说 被当成扰乱治安罪就划过来了 正在这个问题 国外就有个大神就发明了一个挪车神器 专门对付那些站车位的厚脸皮的人们 这个神器适用于所有的轮胎 使用时只需要将两边的液压臂拉开 推入汽车轮胎两侧就可以了 安装好之后再重的汽车也能分分钟退走 有了这个神器还怕别人抢你车位 还需要好话说尽求别人夺车 不存在的 但是也有小伙伴提出疑问 这个神器好用是好用 但是被不法分子用了那就不好了 例如用来偷车 说到这里 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如果能够加以改进解决 被盗车贼滥用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想上市大销量都固成什么问题了 现在涵压车费的眼�sim 手段到这里 在电话上市里还不知道 就是这些转弦呢 在内租的顺便 你会保护人的手段